我知道喔 剛剛那前面40秒真的有夠趕的 有沒有什麼還沒有說完的 我們一次 今天也有記者朋友 很多記者朋友到現場 跟我們完整的來表達一下現在的心情 我真的覺得怎麼可能會是我 我真的很 很感動 雖然在家裡自己忍了很久 說萬一真的是我 要怎麼辦 但是真的是我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 哇 怎麼可能 我真的 我真的要謝謝 就是我從以二十幾年來 在我身邊曾經幫助過我的人 真的太多 我剛剛真的來不及講 那我真的就是 我特別真的要謝謝我的家人 真的我媽媽他們幫我 把小孩照顧得非常好 讓我有真的是無後顧之佑的 可以來打拼事業 那我女兒真的非常貼心 雖然她從我滿月就上來台北工作 都沒辦法照顧她 可是她從來沒有埋怨過 每次我都跟她說 對不起 媽媽沒辦法回去陪妳 她都會說 沒關係 每天打拼 妳要太辛苦喔 妳要早點睡喔 我都覺得如果沒有她的勇氣跟貼心 我覺得在整個演戲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沒有在演戲 怎麼說 我覺得她可能踏距到我內心的某一個區塊吧 而且像以前有很多比較搞笑的 說實在真的就必須要很用力的去演她 可能想辦法要讓她變得很合理 因為她其實是有點不合理的 可是這次的含笑我覺得她真的非常貼近人心 我覺得她跟我覺得在座每個人一樣 為什麼每個人看到會有共鳴 是因為她真的 是每個人人生的過程的 故事可能是雷同的部分 對 最演起來其實我覺得整個過程是非常享受的 不過這樣一路走來其實很不容易啊 從已28年了終於報回了金鐘獎 26年 我是28歲 28歲 是這樣子啊 對不起 記錯記錯 妳不講我還以為妳才25歲而已 拜託啊 26年 是 媒體朋友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補充 來來來 那邊先舉手了 對 有沒有什麼牌子的鳳梨 特性有笑的 我很迷信耶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就喜歡迷信了 但是真的是我一個就是黃子柔老師 她跟觀世音菩薩比較有緣 那觀世音菩薩告訴她說 妳告訴可麗 就是從上個禮拜五開始吃鳳梨吃到今天 然後一直到剛剛她還打電話來說 請告訴可麗 就是等一下就是要頒這個獎項的時候 趕快恭請觀世音菩薩九次 請她來現場幫忙她 那我就默默在那邊聽著她們講話的時候 我就恭請觀世音菩薩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應該謝謝菩薩吧 那那那那鳳梨吃了那麼多 有沒有哪個牌子還是哪個產區的鳳梨 你覺得特別好吃可以推薦給大家 有些鳳梨農現在正等著這一段 對對對 我也知道她在哪一攤叫的貨 但是我是在忠孝東路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知道忠孝東路 某一攤的水果攤鳳梨特別好吃 而且吃了會旺旺旺旺 但是我想正念思考應該也是非常有用的啦 好 還有媒體朋友要補充問題嗎 首先來問一下說 宅宅其實四年前也有入圍金鐘 但是擦身而過 這次拿到為什麼一直看 覺得這個摸起來怎麼樣 覺得他很重 我不知道 因為我第一次得嘛 我想說會不會有名字印到上面 對 名字好像是後來還要交回去 柯完之後他會再寄到你家 好像是這樣子啦是不是 如果也等不及的話 我們這邊標籤子你寫一寫 可以馬上貼上去 好 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現在喜悅 因為剛剛看你一直追著麥克風說 謝謝這樣子 我蠻開心啦 因為我其實也講過 因為回家是我09年的時候拍的戲 然後因為他牽扯到一些政治的議題 所以某時候是內地可以播出 但是台灣這邊審核不過 所以一直拖一直延 延到一三年終於可以上來了 我很不敢相信可以拿到這個獎 因為這對我來講是一個 我一直以來最大最大的一個鼓勵 我真的 我其實覺得很多很多 入圍者其實他們的實力都很強 然後我自己壓根沒想到 因為我聽見本來 昨天就說 傳了個簡訊告訴我今天的時間嘛 然後後面PS要想一下自己的得獎感言 我心裡在笑 我想說幹嘛要算得獎感言 因為我從來也沒想到說 可能會真的得獎 所以今天這樣真的蠻開心的 是 那其實我們知道 仔仔在拍回家這部戲的時候 你剛剛也提到說是在2009年拍 可是在這當中呢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槍林彈雨的戲 你都是自己上場沒有用替身 那在這部戲當中 你有沒有獲得什麼 或是感受特別深刻的事情 我想回家這個名字取得好 因為它雖然有戰爭 可是我們只是在講述一個大環境之下 在這個大時代裡面的一個草根人民 他心中最渴望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就是有一個完整的家 這個比什麼東西都足夠了 所以我覺得我最大的體悟是 跟這個角色去瞭解家隊 每一個人在任何實況 甚至有生命威脅的時候 然後一個家對你有多重要 所以我在這上面最大的體悟期是這個 最後有沒有要跟同樣跟你入圍 這個戲劇節目男主角講的龍少華大哥 有沒有要跟他講什麼話 唉唷 龍哥我愛你 哈哈哈哈 你怕了 謝謝仔仔 恭喜仔仔 有沒有那個媒體朋友要補問問題的 有嗎 先拍照 來來來 拜拜 拜拜 拜拜